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们在每周四晚九点十分准时收看云南卫视为您带来的中国情歌会 我是方琼 欢迎各位 互动的话呢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另外一种呢 您可以用手机登录安卓市场或者是苹果商店来下载 长进录TV加APP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 赢取更多的礼品了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邓丽君 每个演唱邓丽君的歌者 背后都有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 今天我们将以邓丽君为主题 邀请有故事的歌者演绎时代经典 回到充满情怀的时代 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动 首先让我们有请田歌皇后李玲玉 欢迎 欢迎李玲 我们今天是致敬经典邓丽君专场 先跟我们说一说吧 邓丽君在你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邓丽君是我心中的女神 因为在我们那年代就是刚刚接触流行音乐的时候她是头一位 而且她是算是我走进这个流行音乐的启蒙老师 因为那时候就是翻来覆去听她的卡带 就觉得她的声音特别美 特别动人 一直到现在我有的时候在坐车里的时候 我都会放她的歌曲 听了以后心里会觉得特别舒服 好 再一次欢迎林玉 欢迎 接下来介绍登场的这一位是我的好朋友 让我们掌声有请 程程 欢迎程程 因为我这种好奇啊 就是你怎么能主持一个这样的节目呢 因为我会唱歌 更为关键的是你 为什么能来这样的节目呢 因为我爱邓丽君呢 那这样 既然你说爱邓丽君 邓丽君随便的一首歌 你但凡能唱出来超过三句 送你送到小村外 有句话耳机心间 虽然已是那白花开 当个里当个儿当 路边的野花 你莫要 不要踩 你不要踩 真的 说实话 我真的很喜欢邓丽君 因为人有那么一句话 我记得这个白岩松老师说过 他说 如果让全世界的华人都能安静下来的话 只有邓丽君的歌手 你没觉得邓丽君的歌在唱的时候 就像跟你威威道来嘛 路边的野花 你莫要踩 是不要踩 你不要踩 行了 她就不要唱了 不是不是 好了 再一次掌声欢迎成成 好 接下来就要分享了这一位 她跟邓丽君小姐 有着特殊的关系 到今年 他们已经认识了整整 五十年 让我们掌声欢迎 林峰大哥 林峰 中国台湾著名歌手 主持人 五十年前 她与邓丽君相识 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当邓丽君去世后 面对大家对她的匪夷时 是林峰挺身而出 作为邓丽君小姐的挚友 您能跟我们说说 邓丽君小姐在您心中 是什么样的 邓丽君已经变成 她是一个时代的符号 如果讲 女人的美是美在金池 金池的花儿 她会慢慢地开 风儿也会慢慢地吹 只有叶子知道 她是那朵金池的花 我就是那片残败的叶子 好美啊 再次感谢三位 欢迎三位 也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三位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更多 邓丽丽君小姐的故事 欢迎你们 请就座 好了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 第一位歌者 大家好 我叫陈佳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曾经非常地崇拜一位歌星 他曾经是我的偶像 也正是因为他 我小的时候也做过明星梦 我在经历了很多之后 今天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唱他的歌 小时候因为痴迷邓丽君 让他和小伙伴之间产生了代沟 我的童年是一个特别孤独的孩子 但榜样却给他带来了成长的力量 可能没有他我也不会想要唱歌 如果没有他我更不会站在这个舞台上 今天在节目的现场 他将有哪些内心的告白 要对榜样诉说呢 邓丽君去世了的时候 我是非常非常不能接受 我觉得你喜爱邓丽君 已经到达了一种风魔的状态 大家好 我叫陈佳 我来自北京 我想唱一首《但愿人长久》 我想把这首歌送给邓丽君小姐 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可能没有他 我也不会想要唱歌 如果没有他 我更不会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想邓小姐从小 用他的歌声陪伴我长大 他已经好像是我的亲人一样 所以我想把这首歌献给他 但是也正是因为喜欢邓丽君小姐 我的童年是一个特别孤独的孩子 我的同学们都喜欢四大天王 他们都喜欢小虎队 喜欢刘德华 另外我说我孤独呢 是因为我喜欢唱歌 但是我的周围 包括长辈 包括周围所有的人 从来没有一个人觉得我可以唱歌 他们都说我嗓子粗粗的 哑哑的 根本就不要想唱歌这件事情 所以有什么心里话 我都对着邓丽君的画来说 有图片是吗 对 有图片 这个是95年 他去世的时候的一张海报 这张海报一直陪伴着我 其实我那时候使劲地练邓丽君的歌 是想有一天能够亲自唱给他听 所以突然说邓丽君去世了的时候 我是非常非常不能接受 那天我妈妈从她的单位拿回来了一张北京青年报 上面就是登了邓小姐去世的消息 我拿着那张报纸就是哭了很久很久 那张报纸我已经珍藏了21年 这就是1995年邓小姐去世的时候的一张北京青年报 当时这张照片上这篇报道的每一个字 我可能看了都有一百遍 确实非常非常的难受 后来第二天我又跑到大街上 把我能够买到的这张其实已经过期了的报纸 能买多少就买多少 然后就把这张纸给搅下来 然后封了一个膜 这张就一直放在我的书包里 这么好让人感动 而且我觉得最关键的是 家里大人曾经跟我说 邓丽君非常非常的刻苦 他会非常多的语言 各种各样的语言 英语啊日语啊他都会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 只要能够找到的邓小姐的歌 无论什么语言 我都一定要把它学会 你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展示展示 包括你刚才说什么走路的动作呀 你这是来一个汇报演出 让我们也检验一下 那我唱几种语言的他的歌吧 在你身边 留虽远未疲倦 伴你晚行一段 节一段 如果高峰 另一风却又天 目标退远 让你想永远在前 听起来的音乐 听起来的音乐 我希望能不能够听起来的音乐 我希望能够听起来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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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到位 邓丽君学歌 他不是只会唱 他一定是学广东歌 他一定会出一张广东歌的唱片 而且一张闽南语 就是台语歌的唱片 日本那就出很多唱片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好 叫不成魔不成活 真的我觉得你喜爱邓丽君 已经到达了一种风魔的状态 真的就是我们戏曲界 中国戏曲有一句行话 叫入了画境 真的你已经是入了画境 所以你知道我现在有多想听你唱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陈佳 为我们带来的 但愿人长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句话说得好 我认为你唱歌的唱片 你唱歌的唱歌的唱片 你唱歌的唱歌的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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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整 their唱歌 去尝空穷� lên 高出不深憾 高出不深寒 益勿弄晴 jeder fan的歌 何死在人間 轉入個地湖朝霧面 不應有恨何時常相別誓願 願要悲歡離合 願要迎情願卷 此時孤難卷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纏絕 轉入個地湖朝霧面 轉入個地湖朝霧面 別誓願 別誓願 願要悲歡離合 願要迎情願卷 此時孤難卷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纏絕 你會尽快 我會尽快 願人長久千里共纏絕 我會尽快 尼鳳大哥 聽完陳佳的這首歌 有什麼樣的感受 我觉得这个陈佳 她呢 展示了无论她的手势 无论她的委婉 她的那个神韵 在我感觉到就是 恐怕我有史以来 我认为最像邓丽君的就是她 但是又最不像邓丽君的又是她 结果她已经快要找到自己了 这是时间的问题 我祝福你 谢谢 谢谢林芳先生 我觉得特别吃惊 就是我一开始我会觉得 她一定是模仿邓丽君 模仿的最像的模仿秀 我其实真的 我当时有点低看你了 但是你唱完之后 我真的我傻了 你知道吗 就像林芳大哥说的 你学习的不是邓丽君的 一模一样的这种 她怎么做就怎么做 她的眼神什么样就什么样 我觉得你在身上不是去模仿 你是继承 我觉得特别棒 我觉得特别棒 谢谢 谢谢 有一个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 非常的好 她说邓丽君是一种养分 你吸收了她的养分之后 至于你会开出什么样的花 那都是你自己 最后你的一些成就 就是把每一个细节 其实都已经融入到 她的骨子里了 她现在做出来的 就让我们感觉到 其实是陈佳 但真的好像又是邓丽君小姐 出现在我们面前 谢谢 因为今天是纪念邓丽君小姐的专场 那么她对于我来说 是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我曾经是金融行业的一名职员 我想可能和邓丽君小姐 这么多年的缘分 还是把我从白领变成了一位歌手 好了 马上有请我们下一位歌者登场 有请 大家好 我是冯小明 如今我有一个习惯 每当我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我都会在照片里 为这个人留一个位置 来弥补我对他心中的亏欠 今天为大家带来这首邓丽君的歌曲 就是想告诉他 任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 冯小明在失去母亲后 才悔悟当初母亲的愿望 从来没有帮她实现过 我的妈妈在年轻的时候 她就很喜欢旅游 时间 经济都不允许 所以从母亲离世的大天起 她每到一个地方 都会给母亲留一个位置 好像妈妈在我身边 我带着她旅游一样 今天她来到中国情歌会的舞台 究竟能否放下对母亲的遗憾呢 各位老师好 我是冯小明 这一身造型太抢眼了 关键是你旁边的这位女主持人 看的现在是羡慕嫉妒恨 你知道吧 没有 曾经我也在模仿邓丽君小姐的时候 也穿过一身这样的衣服 包括做这样的发型 我看到过 你看到过 是吗 真的 我觉得你应该模仿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有叶来胶吗 来来来 郭大夫来一个 表情 那南风吹来清凉 那夜影提神奇长 月下的花都入梦 只有那夜买香 促鲁这芬芳 我爱着夜买香 我爱着夜买香 跟爱那怀伴的梦 拥抱着夜买香 我爱着夜买香 这首就有败我了 真的好好好 好简单好简单 其实你就好久好久没有唱过这歌了 你的那个两步走得很棒 那个 刚刚那几个台步啊 我还走得最棒 姐姐如果再高一点 应该更像 她那个优雅范就出来了 真的 我觉得 就像我们开场说的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首邓丽君 所以想问小宁 今天你给大家带来的是哪一首歌 我只在乎你 送给我最爱的妈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爱我的妈妈 因为我的妈妈已经离我而去 我的妈妈在年轻的时候 她就很喜欢旅游 但是自从有了我和妹妹 家庭的负担 担在她的肩上 时间 经济都不允许 所以呢 这样她把我们一路带搭 抚养搭 到我有这个机会 可以带她到处走走的时候 她 她离去了 不怕您见笑 我每次到一个地方 只要 有可能我都会为妈妈 留一个空位在我旁边 好像妈妈在我身边 我带着她旅游一样 这是我们看到的 是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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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个是在台湾的爱河边 对 这个是在曼谷 我好像就是妈妈在我身边一样 对 这是在马来西亚 演出的时候 对 其实有这么一件事 在我内心深处 其实老是一个疙瘩解不开 因为你特别了解我 我其实是一个很爱跟母亲 其实真的很爱跟他们顶嘴 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有那么一次 就是我录完节目 手机就响了 然后就听见电话里头 我妈就跟我说 说那个 你最近这个穿得怎么样啊 冷不冷啊 说你一定要多穿 我当时回答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当时回答是说 我说哎呦妈你有病吧 你烦死了 我说我这么大人 难道我还不知道 我应该穿多少衣服呢 我说你不要管了 然后这是我爸就接电话 说他啊对对对 你妈说的对 那行你不要聊这个了 你最近怎么样 你吃的怎么样 这两天在外的录像 特别麻 我看你好像是没有回家了 然后我回答就是 我说我来你用免提 我跟你们俩一起说 我当时就特别严肃的说 我告诉你们 我这么大人了 我吃什么 我喝什么 我住什么 难道我不知道 还用着你们操心吗 真好烦 我就把电话给挂了 但是我挂上电话之后 我突然我就觉得不对 我就在想 我这个年龄啊 还有爸爸妈妈来关心你 难道你不觉得 这是一种荣幸吗 现在我最近几年 我一直在弥补 就是希望一有空 就带我父母出去旅游 我是唯一一个女儿 离她们又很远的 所以我觉得我想 让她们晚年过得更幸福 更快乐 我要多多给她们孝顺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 哎呀 等我有时间 我早晚有时间 再等等 今年 明年 对 可能总觉得自己 永远停不下来 对 总想 还会有机会 就像方琼一样 方琼的妈妈 八十多岁了 她跟她的妈妈 一起去九华山旅行 她累到不行 是坐着轿子上去的 而她的妈妈 八十几岁的一位老太太 是从山底上爬上去的 她回来跟我说 她说 你瞧我妈 这么烦人 我让她坐轿子都不坐 后来我就说 我说老方你开心吧 普天之下 有多少八十二的老太太 能够从山底爬上去啊 所以真的我觉得 我们真的应该 为自己的父母的健康 和她多一分 给你的关心 我们而感到庆幸啊 真的 我相信你的歌 一定特别好 但是真的 就是因为太感动了 不敢听 对不对 谢谢诚诚 我想问一下 林峰大哥 我们曾经看到 很多报道上 都介绍说 邓丽君小姐的父亲 去世的时候 她没有去 很多人就说 她不孝顺 您了解 当时真实的情况 是什么样的吗 邓丽君从小 十四岁的时候 我们一起长大 我就见证了 她 赚所有的钱 一定是交给爸爸 然后爸爸怎么分配 她从来不过问 一直到最后 爸爸走了一会儿 她把钱全部交给妈妈 一直到妈妈最后说 孩子 你给我的钱 我这一辈子 已经花不完了 所以她一生当中 是父是母 都非常的孝顺 所以她不必要在意 她最后的告别式 一定要到现场去送 也许她不在现场 可能她哭的 她伤心的 那种痛 是别人看不到的 所以形式就不重要了 谢谢 好了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聆听 冯晓宁为我们带来的 《我只在乎你》 打赞 词继续 打赞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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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将会是在哪里 日子过得怎么样 人生是否要真心 也许为什么一人 过着平凡的日子 不知道会不会 也有爱情甜如蜜 任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清醒 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 我不能感到你死心 如果有那么一天 你说即将要离去 我会迷失我自己 走入无边人海里 不要生我严 只要天天在一起 我不能只依靠 天天天回忆活下去 任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清醒 人生几何能够能够得到知己 失去生命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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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除了你我不能感到自己的心意 人世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我不能感到如此情 他的那个形象 会从某个角度来看 以假乱争那种 然后再加上他那个邓里军唱 唱法他很多气息啊 他模仿的很像 这首歌虽然之前讲的那个故事 我觉得很伤感 但是我真的觉得 在你的歌声当中 其实我没有听到伤感 而我听到了这个伤感的一个声话 真的 我觉得好像妈妈在天国生活的 特别幸福 最起码我觉得 在你心目当中这样盼望着的 因为你这样盼望着 所以我觉得在你的歌声当中 你也把它想象的真的 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 给我们感觉的是那种 幸福感特别强 谢谢 你看 刚才吧 不让你唱歌的也是他 现在呢 你唱完了 把你夸成一朵花的也是他 这真符合了您说 他的心特别善良 我就心特别善良 跟心善良不善良没关系 这只能说明有人太油了 怎么油了呢 我跟你说 你应该用我们养元清 我跟你说 你去去油吧你 养元清不是洗头发的吗 控控油啊 可以控脑子里油是吧 谢谢小姐 因为遗憾没有带母亲旅行过 所以她每到一个地方拍照 都会给母亲留下一个位置 希望冯晓琳能放下自己对母亲的遗憾 重新出发 好了继续有请我们下一位歌者 大家好 我是伊丽心 很多人的爱情都因为异地而渐行渐远 而我的爱情呢 两千天只见了六十字面 这日日夜夜的思念 我有很多的话想跟她说 今天呢 我希望通过这样一首歌 来传达我对她日日夜夜的思念 伊丽心的爱情 两千多天只见了六十字面 电话两端的沟通 两地往返的车票 能否让她坚守这份爱情呢 其实我们两个人之间也是有矛盾的 因为我相信任何一段爱情 它不可能都是十全十美的 她又总结了哪些异地恋爱秘籍 分享给我们的 这个习惯其实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就是很平平淡淡的 我们下一位歌者 大家好 我叫伊丽心 今年三十四岁 我是应该说从初中开始 就看您的激情久久 超级宝宝秀 包括诚诚老师 您不能不能不这么刺激我们 请问一下 在我的心目当中 其实您一直就是我的女神真的 谢谢 但是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相信只有邓丽君小姐 才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女神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 想要带给大家一首什么样的歌 今天为大家演唱一首千言万语 我想唱给我的老公 结婚几年了能跟我们说说吗 今年是第七年 第七年 还千言万语这么甜蜜呢 为什么要把这首歌唱给老公听呢 因为我们一直是异地恋 有两千天的恋爱时间 其实我们见面只有六十次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有三年的异地恋 三年的异地的两地的分居生活 才最终生活在一起 我去看他的一些车票 然后都留着 厚厚的预答 对 作为我们这一生吧 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 这么多年 怎么能化解这个相思之苦呢 我们从认识到现在 基本上是每天要打一个电话的 每天都打电话 对 包括这个习惯 其实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就是很平平淡淡的 但是一直坚持了十年 刚刚叶丽心也说了 好像就是一个平平淡淡的一个问候 但是能够坚持这么多年 每天能有这样的问候 太难了 我真的觉得我特别敬佩你 我真的觉得得给你鼓鼓掌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异地恋我就是一个失败者 我的初恋的女友是福建人 但是因为当年我们认识在大学 她那毕业之后她就要回到福建 去做她家里的事情 起初的时候真的我觉得 我们之间真的还可以沟通 人说异地恋的法宝是什么 异地恋的法宝就是沟通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异地恋就 其实给根结底一句话是什么 女需要付出 但是还需要一个人 她能够理解你 而更重要的是 当她不见到你的时候 她要耐得住各种各方面的诱惑 做夫妻比较容易 但是谈恋爱不太容易 谈恋爱的话 你必须要具备信仰的力量 因为信仰的力量 能够顶住时间的力量 信仰就是起码你要做到信 相信这段爱情 它是真的 第二个就是有望 你对它始终有盼望 有期望 最后就是爱 这个信和这个望 盼望都是建筑在爱上面 如果不具备这三个条件 时间的力量 可以改变一切 其实我们两个人之间 也是有矛盾的 因为我相信任何一段爱情 它不可能都是十全十倍的 它都会存在瑕疵 或者不完美的地方 我们其实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 我应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这种贤妻良魔 比如说在家务上 这方面可能就相对来说 会弱一些 最开始呢 我的老公也是有一些 有一些意见的 但是呢 他呢本身是一个 相对比较急性子 但是我是一个慢性子 所以说呢 我们俩其实也是忍受了 相互之间的一些小缺点 所以异地恋真的不容易 所以听到你的故事 我真的觉得好厉害 谢谢 男人不容易 并不表示女人不容易 但是柠檬老师 我真的觉得异地恋 对于女生来说还好 但对于男生来说真的不容易 尤其是对你这种小帅哥 是很不容易的 我对啊 像我这样的人 人都认为我好像是属于那种 特别花心的人 其实真的不是 我是那种特别专一的人 所以看见没有 每一份爱都不容易 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吧 李欣 经历过这些相思之苦 才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 没错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李欣为我们带来的千言万语 谢谢大家 不知不知道为了什么 忧愁它围绕着我 我每天都在祈祷 我每天都在祈祷 快赶走爱的寂寞 我每天都在祈祷 那天起 你对我说 永远地爱着我 千年和万年 随复云掠过 我每天都在祈祷 我每天都在祈祷 快赶走爱的寂寞 我每天都在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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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放开祈祷 以及度的千人 你都在祈祷 我每天都在祈祷 你都在祈祷 我每天都在祈祷 你都在祈祷 不知道为了什么 忧愁它围绕 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 那天请你对我说永远地爱着我 千年和万年随复云日光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 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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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外出检查她也陪着我一起去爬十几米高的旋梯登船 半夜我在港口巡逻 她一直陪在我身边 像这些都是满满的感动 从那时候我连一人知道 无论我们身在何方 只要两个人在一起 就有幸福的家 妈妈我爱你 看不了这样的画面 听不了老公这样跟你说 这样动情的话 挺感动的 我觉得是我遇到了那个对的人 就像刚才林峰老师说的 爱情就是一种信仰 你要去坚守 你要去相信它 我觉得我老公就是我心目当中的那种完美的男神 这个比较物化的时代 金本位的时代 有这么一对小夫妻 带着一个可儿来 寻为她的家庭 相互之间能够坚守自己成年的许诺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典范 尤其是在这个缺少榜样的时代 祝福你们 谢谢林峰老师 我觉得你刚刚谈的这些东西 都是挺让我们感动的 因为这异地恋很难掌控两人之间 坚持下来的人不多 所以我非常的 赞善你们 谢谢林峰老师 就很多人都说异地恋其实是极难成功的 我是没有很多很多异地恋的这种这种例子 几乎就没有成功过 没有成功一例 到你现在还能有这样的热度 包括你刚才唱这首情歌的时候 真的我觉得满眼没有别人 满眼都是你老公啊 真的 包括你突然那个眼神看到我这的时候 你知道刚才把我电一下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那个火热感打到我的双眉上 双眼上 真的 我就觉得她的那个整个的 是把我当时当成她老公的那种感觉在唱 人家是在用歌声表达她对自己老公的那一份浓浓的爱 你想多了程程 没有没有 我的意思就是说她当看我的那一刹那的时候 我是能读懂她那个双眼当中啊 温柔下的对爱情那份火的你知道吗 对我们是有共鸣的有同样的经历 所以身边如果有好的姑娘给我介绍一个吧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 你来这儿相亲来了 真的真的特别祝福你啊 祝福你祝福你 好谢谢 谢谢 好 一心稍微休息一下 谢谢你 那么我跟我的爱人呢也是 目前已经是我们相爱十年 结婚已经有七年 那么这其中是有六年的异地恋 能像我们这样能坚持下来 并且能结婚 能生孩子 能过这样幸福美满的生活 那么这样的爱情应该是非常非常少的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 应该说能够回忆一生的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吧 好了马上有请我们下一位歌者登场 有请韩瑞领 韩瑞领的心底有一个忘不了的初恋 一段她用尽浑身解数都无法遗忘的浪漫 她真的是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嘛 说了一句不论你在哪里我都在哪里 今天她来到中国情歌会的舞台上 能否对这份感情获得内心的释怀呢 你存在的时候你不觉得好 你失去的时候你才觉得它多么美妙 好了马上有请我们下一位歌者登场 有请韩瑞领 欢迎来到中国情歌会 大家好 欢迎欢迎 我是一名大学老师 我呢从小非常喜欢邓丽君的歌曲 同时呢也非常的想追寻自己 属于自己的这个音乐之路 我曾经去过美国伯克林乐学院 去过香港宏馆 演出和学习 那么今天站在这样的一个舞台有什么样的歌想带给大家 我想为大家带的是再见我的爱人 这首歌曲我想送给曾经的一个恋人一个爱人 为什么你要把这首歌专门送给你的前男友 其实是因为他曾经对我真是特别好 有一次我参加活动嘛 那活动的地方特别远 然后跟他说了之后他就不太支持 觉得不是特别安全 但是呢我就是性格就是把音乐这个事看的太重要了 我觉得应该去给自己一些机会去锻炼 然后我去了去了之后完了活动 我看见我手机一个短信 就是三个字我来了 他真的是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嘛 给我一个特别大的这个是惊讶还是惊喜吧 反正嗯然后还说了一句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在那里 你看看这个恋爱的时候 我相信可能彼此都会会为对方做一些感动的事 其实我相信每一个在恋爱中的人 可能都会被对方打动 也都心甘情愿的去为对方付出 说实话我真的我特别有体会 我是一个这个爱情极其失败的人 这个你肯定最清楚 到现在都单身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每一次 是因为你太难打交道 对哎呀我的天哪 知我者你也 真的我是属于那特别难打交道的人 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就在想 为什么有的时候很多人会失恋 会一个一个谈恋爱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在谈恋爱的时候 你会觉得对方很包容你 而且当习惯了的时候 就觉得他是应该的 太对了 所以我们就会怎样 尽情的矫情 所以很多人我都在想在回忆当年 就是前男友前女友在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在回忆的时候并不是想说我们跟他有和好 我们也不是说想破镜重 真的不是 就那句话说的对 你存在的时候你不觉得他好 你失去的时候你才觉得他多么美妙 虽然可能回不去了 但是面对此时此刻各自的感情的时候 还是要多珍惜 对 就是那一份美好 你永远会记在心里 嗯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韩润凌为我们带来的 《再见我的爱人》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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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0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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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不要辜负我的真情 我永远怀念你温柔的情 怀念你红的心 怀念你甜蜜的温 怀念你爱的歌声 你忘记这段情 我的爱再见 不知哪里再相见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愿再见 Goodbye my love 相见不知哪一天 我把一切给了你 希望你要珍惜 不要辜负我的真情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愿再见 你别败买了 从此和你分离 我会永远永远爱你在心里 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 我永远怀念你温柔的情 怀念你温柔的心 怀念你甜蜜的温 怀念你温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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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泪然的歌声 你怎么忘记这段情 我的爱在海前 不知爱人在相见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 GOODBYE MY LOVE 相见不知那一天 我会永远永远 爱你在心里 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 我永远怀念你 温柔的情 怀念你 染红的心 怀念你 甜蜜的温暖 怀念你 那罪人的歌声 怎能忘记这段情 我的爱在海前 不知那日在相见 那日在相见 我的爱在海前 我的爱在海前 我永远永远 能再见 能再见 我永远永远 我永远永远 我参加过很多邓丽君的评比 我还第一次看到一个 这么用心的一个歌手 这样的努力地在演化邓丽君的歌 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即将过去 你们这一代人即将生起 是因为有许许多多的年轻的朋友 像你这么爱音乐的 家里也有条件 父母省吃俭用 又愿意把这个学费交到大洋彼岸 让你学习到美国的Jazz 最后你把它画成中国画 然后再造一个邓丽君 谢谢 谢谢我们两个点 好 请稍事休息 谢谢 韩瑞琳 将流行元素融入到邓丽君的歌曲中 让我们感受到了另外一种魅力 在音乐道路上勇往前行的姑娘 别忘记生活中浪漫 也是一种美好的情怀 愿你放下对前任的不舍 转角遇到让你心动的那个她 让我们有请田歌皇后李玲玉 为我们带来《夜夜明星》 谢谢 暗暗风吹来晴凉 那夜影提升心一场 月下的花儿多若茫 只要那夜来香 透露这芬芳 我爱这夜色茫茫 夜爱这夜影歌唱 更爱那花一般的梦 拥抱着夜来香 吻着夜来香 夜来香 我为你歌唱 夜来香 我为你思量 我为你歌唱 我为你思量 满暗风吹来晴凉 那夜影提升心一场 月下的花儿多若茫 只有那夜来香 透露这芬芳 我爱这夜色茫茫 也爱这夜影歌唱 更爱那花儿多若茫 拥大人 拥抱着夜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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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你歌唱 夜来乡 我为你思量 啊 我为你歌唱 我为你思量 夜来乡 夜来乡 啊 夜来乡 啊 夜来乡 啊 夜来乡 老师贾宁说 感谢这三年来 您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让我的生活变得充满色彩 不再迷茫 不再彷徨 范世玉对妈妈林立说 谢谢妈妈 感谢您教我长大成人 感谢您对我呵护备至 感谢您对我不辞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周四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再见